中国世界霸主的地位指标 刚刚前一段我们也特别提到 它的其中一个指标就是军事武器 当然跟中国现在的对峙跟对抗 也在这竞争当中 其中卖武器本来是很重要的收入来源 那么沙拉伯还要制裁人家 就说我不卖你武器 现在沙拉伯说你不卖我吗 没关系 他买中国的 这新消息是让美国不开心了 传出来有些时报报导是说 沙拉伯好买了18艘的中国驱逐舰 大陆专家说连东风41飞弹 统统都买了 所以沙拉伯王储 你这家没得买菜 我到别家买去了 那么中国武器的影响力 正在增强的时候 中东先进的武器去购买 充满了兴趣的之后 下单买了48架中国战机 后续FC3131引进了生产线之后 会不会引起这个整个美国的 武器输出系统的一个大变化 引起了很多关注 而十倍因素应急21导弹出口 沙拉伯40亿美元去买的 中国四大先进武器之一 其中美国武器排行榜 过去在排行里头 谁买最多 沙拉伯就是钱多 钱多的地方买最多 结果根据研究里头 常年第一的沙拉伯 近十年向美国军购买多少 176.1亿美元 从2010到2020 是从美国进口的武器总量 达到6成4 占比这么高 所以这个军事的占比 占了沙国的GDP 8.4% 结果现在 美国硬要制裁沙拉伯 我说我不开心 不想卖给你 结果反而送了中国大礼 他就往中国去订单进去之后 填补美国的位置吗 民主党的参议员 曼南得志就说 这个实在是不应该 你送给中国礼物了吗 而中美科技大战 当然我们知道 在晶片法案相关的 这个重要的目的就是 要把高科技从中国这里锻炼 要让这些高科技留在美国 不要让中国继续发展下去 但有没有用呢 比尔盖茨 他是大家都知道 他的地位如何 他讲了个大白话 他告诉大家说 美国根本没有办法 阻止中国拥有晶片 那么习近平高度重视 基地电路 所有很多的产业 在鼓励跟发展 刘鹤也喊 要用力量 这两个力量包括了 丰富的应用场景 市场的资源宝贵 推动半导体的战略性优势 消费市场又这么大 这么大的市场 当然可以往下推 美国国务院 所谓在帮助澳洲的 反华智库报告里面说 有44项最关键的新兴技术 是哪个国家拿到了 全球第一是中国 拿了37项全球第一 包括国防 太空 机器人 AI 能源 生物科技等等 这些排名也是现在美国 担心的原因 要抵制它的原因 但目前所有的相关的 我刚刚讲到了 连贸易额都还在增加的情况之下 这个抵制跟对抗 显然市场自有机制去运作 所以拜登要拼工业复兴 要把制造业拉回本土 让劳工有高薪 这是他的选战策略 但电动车跟晶片的美国 制造挑战却很大 尤其是中国崛起跟恶物战争 让美国工业的依赖 产生了 被说形容是 这个是布鲁斯金斯研究所的 研究认为 是更大的问题 这些是没有办法 长期让产业可以发展 而只是 昙花已现短期的效率而已 两个计划都同样 面对缺工缺料 各种的挑战 并没有办法让产业 真正的长期发展 在美国 能够真的赢得 所谓称霸的地位 而美中争霸新战场 被星际人形容说 美国计划是要扭转局面的 但有没有办法呢 过去基辛吉曾经说过 国际活动就是斗争 美国不是榜样 是强权 当中美差距越来越小的时候 美国要做的事情 当然就是要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现在已经在战斗了吗 3月1号的国新办里头的数字 告诉大家 2022的工业增值 已经破了40兆人民币 占GDP的33.2 制造业连13年居全球之冠 而纽约时报说 美国2004年 制造业是中国的两倍 算一算 时过境前过了这么久 到了2021年 中国制造已经变成 美国的两倍 倒过来了 所以在生产传播 钢铁 智慧手机 化工 电子产品 都产生的军工 基金 经济的基本组成的时候 产生的逆转的局势来讲 所以莫迪这个时候 暗暗的是不是在批美的概念 他说多边主义正在经历危机 这是事实 的确现在都是大家的保护主义 由美国带头 那么二战之后 建立了全球治理架构 要完成两个功能 防止未来战争 促进共同议题 国际合作要合作 但是近年来的金融危机 疫情流行战争 告诉大家 全球治理已经失败了 所以纽约时报说 美国咄咄逼人的制裁 已经引发不安 而这个制裁 其实也让国内想要把 所谓的智慧 制造的能力 高科技智慧的能力 拉回来 结果显然好像有其困难所在 来教授 困难很大 我们先谈一下沙奥地阿拉伯 沙奥地阿拉伯 他的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决策 是正确的 一般来讲军事的采购 他会走很长的时间 因为他还包括武器送进来之前 军官的还有士兵的训练 然后还有武器送进来之后 他们开始操作之后 后面的维修 那一个一艘军舰 那么使用30年到40年 那你想 他后面的合作 那就是30 40年了 所以一般来讲 这个军火的工业 通常都先确定两国的关系 会很稳定的走很长的时间 对 那沙奥地阿拉伯这一次 他对战略性的武器 转向中国大陆购买 像买 因为您刚刚讲的第一批的 这个是战斗教练机 买了这么多的战斗教练机 其实是在为未来的战机 也就是您刚刚谈的 F-C35的 这个F-C31 或者是歼35的这个战机 在做准备 这个看起来是朝这个方向在走 那还有就是买这个 先进行的这个船舰 战舰 那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这个 军舰的制造能力下降 中国大陆制造能力 目前很优势 那沙奥地阿拉伯这样买的话 他可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也摆脱美国对他的牵制 他的自主空间就更大了 他跟美国谈判的空间 或是跟美国 筹码就更大 所以我觉得沙特阿拉伯 这次做的是正确的事情 因为他两大国之间 开始慢慢的平衡 那美国的武器会要越少 中国武器会越来越多 最后达到一个平衡的形象的话 对沙特阿拉伯来讲 他就取一个不败之地了 他不但有石油 而且他两边都能够买到 他要的武器 我觉得这个沙特阿拉伯 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这个盖茨他是学科技出身 而且是科技的顶尖的高手 所以他看得很准 人力够 叫人才够 物力够 财力够 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 现在对中国大陆来讲 前三面都具备了 只差时间 可是为什么盖茨认为说 中国大陆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 是因为大陆已经把这个科技 视为一个战争了 所以它是一个科技战 所以在科技领域 中美之间是战争时期 战争时期就是非常时期 非常时期就用非常的办法 支援 对 非常的办法 非常的支援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个时间速度强度是在加快 因此对盖茨来说的话 他很忧虑了 就是很快的时间中国在很多的 被卡脖子的科技就一个一个突破 就赶上来了 一赶上来你能看到澳洲的 因为澳洲的这个智库 是受美国补助很大的一个智库 他用的材料 资料 绝大部分是公开的 例如说中国大陆的联合国的专利数 排名第一 这是事实 第二个 它的质量超过美国排名第一 也是事实 第三个就是 它的这个顶尖的科学论文的 被引用次数 引用次数其实在我们做学术来讲 很重要 就是说你的论文很有价值 很有权威 我就引用你的论文 引用次数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在顶尖的期刊中 被引用次数也是一个 这是日本做的长期的调查 大陆也超过美国排名第一 这样的情形下就可以佐证 说他们列出来的这些关键项目 中国大陆的科技 事实上已经在全方位的超过美国 美国领先的已经越来越少 而中国领先的已经有十项 几乎是垄断的地位 那总共是37项是排名第一 那问题就在于 美国能不能够集起自追 难 为什么 因为它需要钱 它需要科技人才 可是美国的科技人才 坦白说以它自己来讲不够 它过去可以依靠大量的留学生 例如说中国大陆留学生 现在是不是很多留学生都回去了 我觉得美国造成的这种 上千人的中国 在美国的顶尖的科学家 回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 对美国的科技界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更多深入的话题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TV新闻大百话 明天两会在中国大陆 交开全球的媒体跟政治环境 也通通在关注当中 一个最新的消息是 这一次的两会腾讯本来董事会的主席 兼执行长马化腾 两届的人大的相关的委员 结果这一次是没有出席的 现在取代的是 晶片专家和工程师 也代表这是两会在整个经济 还有国家发展的角度 做了一些调整跟方向的改变 将军 刘鹤讲说有两方面的优势 就是在两会里面讲 中国在晶片方面有两大的优势 一个是他政府支持这个产业 愿意花钱下去 第二个是在中国有广大的市场 在有这两个的后盾当资源之下 其实中国后续 不管是晶片或者制造业 或者科技方面 他慢慢慢慢 目前来讲的话 我相信他跟大陆 跟美国还有一段差距了 但是在全国的这种 总动员的这种状况之下 还有他有庞大14亿 都是有钱人的状况之下 还有这个市场 我想他发展超过美国 是指日可待的 我们看美国现在是怎么样 他工业 这边讲的美国 拜登拼工业复兴 其实拜登讲了一句大话 他一直希望说Made in USA 所有东西包括一个螺丝钉 都要在美国制造 可是事实上做到做不到 第一个他劳工很贵 第二个他很多的制造业 都已经外遇到外面去了 美国现在靠的是金融服务 还有科技服务 这两个在强称 本来是全球分工 对 所以你看看 这些包括为什么 我们刚刚前面讲到说 沙烏地阿拉伯 要不跟美国再买这个飞机 其实有道理 因为它生产不出来了 我跟你讲 讲出来就是 生产不出来 对 美国欠我们 台湾我们已经付了钱 要交付给我们的武器 我这边有个数据看一下 2021年的时候 欠我们140亿美元的武器 没有给我们 到2022年变成187亿美元的武器 我们已经买了 他没有给我们 其中包括飘枪飞弹208套 吃针飞弹215套 也就是美国在军工的制造业 它已经力量已经消弱很多 大家不要再把美国当做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军工制造业的公司 他们说都先给俄罗斯乌克兰那边的战士使用了 不只是那个 他自己生产有问题 他原来二战结束的时候 他这二战能够打赢是因为他很强大的军工制造业 那时候有51家军工包商 他现在剩几家 剩5家 你怎么去应付生产那么多 他的战术导弹供应商原来有13家 现在变3家 对不对 固定一飞机原来有8家 现在剩3家 所以不管是卫星供应商或者水面舰艇 水面舰艇更产 只剩2家 所以他没有这个能力 他自己的维修 他美国自己海军的舰艇能力可能都有问题了 他怎么可能再去制造 而且他最近制造出来的 最新型的驱逐舰朱姆特号 他问题很多 他万论驱逐舰 可是他问题很多 还没办法真正形成战力 到现在为止 所以沙古迪阿拉伯不跟他买军舰 而会去跟中国买052 事实上052是大概比照美国的 这个博客级的巡航驱逐舰 战力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相信说美国 他在这种制造业慢慢落后以后 他如果说在美债的问题 金融服务业也消灭的话 其实美国的衰落是指日可待的 那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当我们在看中美对抗 在军事科技上面的角度 为什么沙古迪阿拉伯要换个国家来买 当中刚刚将军讲到了 有生产根本产出不出来的问题 还有技术上各种的平衡跟转移 其实你可以看到 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 都要逃离美国的掌握 美国当然在俄乌战争里面 他用一个假装是道德的高度 高度你们不要买俄国的东西 天然气石油通通不要买 要跟谁买 跟美国买 所以法国总统出来抱怨 我跟美国买 价格贵四倍 大家打仗 死了很多人 获利的是美国 那沙古迪阿拉伯这些人 为什么要逃离美国 因为他们很清楚 就刚刚我们讲的 你连阿拉伏汗这种贫穷的国家 他的外汇存体 你都可以把它没收 俄国的钱你也没收 存到你银行的东西 那你这个银行已经不值得信任了 这个是最重要的 一个政府跟政府之间最重要的信任 政府跟人民之间 最重要的资产也是信任 现在没有信任了 你随时银行可以把我的钱没收 就算私人的财产也是 是 这是私人财产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不只没收这个 俄国的富豪 你这个也没收 你的游艇我也没收 他已经是扣张到 无所不用其极 就是要把你的私人财产占为己有 那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下 全世界谁不投离呢 那我们看其实 就是澀地阿拉伯他很简单 他跟美国关系搞坏 是从那时候的那个 那个记者被杀 他掃集2018年的时候 美国那时候赞他很多便宜 所以美国没有谴责他 那后来拜登骂了他一句 那他们不太好听 他替代现在 因为他的王厨现在实际上 是他国家的行政院长 他已经准备接手 老王已经全部